台北市街頭 南京導演 台北市街頭 南京導演 我心裡說 台灣有非常特別 我喜歡來台灣 我喜歡來台灣移民 和我開始入台灣的新生活 因為 截著U-vite在台北市街頭通勤 來自伊朗的米拉的對台灣 許多事物感到好奇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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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菜單 好 你的菜單 我們的菜單是雞肉飯 好 謝謝 好 謝謝 要認識一個國家 許多外國人會從吃來入門 米辣也不例外 蛋 米飯 蔬菜 雞肉 雞肉啊 所以你會買雞肉飯 雞肉飯 雞肉飯 對 雞肉飯是台灣的 但是雞肉飯在伊朗 就像印度的雞肉 印度的雞肉 很困難 儘管不是很流利 但依然盡力用中文 表達對台灣食物的喜愛 水澡 鍋 甜 麵點類 和珍奶是她的最愛 1987年生的米辣 是一名伊朗醫療用品的進口商 因為來台灣做生意 而漸漸愛上這裡 你喜歡台灣嗎 因為台灣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自由的國家 自由的國家 為了所有的 他覺得我們做事的效率很快 比起他們中東 就是比如說他問一個巡假好了 然後我們就會給他的速度很快 再加上那時候我就 我的朋友就跟他講說 他可能要尋最少三家 然後價錢再自己做比較什麼 然後他就覺得說 我們台灣人做事都滿誠實的 就不會說因為我是你的廠商 你只要為你一家價錢就好 透明有公信力的商業環境 還有MIT的豪品質 讓19歲就開始經商 和各個國家做生意的Milad 決定在台灣創業 台灣有蘑菇 但台灣沒有乾淨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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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辣椒 和 辣椒 台灣也有 但它是不同的 所以 從以安排的 像是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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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式各樣的果乾 全來自伊朗 和台灣有點不同的是 伊朗因為氣候溫差大 水果甜度高 因此果乾不加糖 或任何調味 對伊朗人來說 對伊朗人來說 果乾就像台灣人 吃飯 喝茶 那樣平常 密不可分 他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他覺得 我們台灣人 他 因為他去超市 他想要買一些果乾 然後他發現說 我們就選擇性別那麼多 然後他 因為他會想念他們國家 在伊朗的話 就是 像我們在台灣7-11 沒走幾步就有一間 然後在他們伊朗 他們很重視果乾 他們也是沒走幾步就有一間 他當然是毀滅 那些瓦斯蘭 是伊朗的文化 是伊朗的文化 所以伊朗人們 用很多東西 都用這個食物 他們也用這個食物 在抹茶 當他們烤的抹茶 抹茶 是烤的 加一些水 之後加一些水 加一些抹茶 或是油 然後就烤 烤的火 開新果果實上的一抹桃紅色 原來是斑紅花 伊朗是全世界斑紅花最大 中產地 佔總產量百分之九十以上 這是非常特別的 非常貴重 非常貴重 在世界上 那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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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 可能直接吃 我們可以嘗試 也可以 而且可以放在茶 可以放在咖啡 當你放在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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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會變成藍色 每個人 每個家妻 可能每天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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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 斑紅花是一種中藥 可以活血化育 但在伊朗 卻是他們飲食中珍貴的食材 Milad想藉著家廂的食物 牽起台灣和伊朗的文化思路 可能 可能 70% 60% 70% 都喜歡 伊朗文化的文化 因為是紫路 因為紫路 紫路由伊朗開始從伊朗 到中國 從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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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中西方 都交換 他覺得在台灣很舒服 就是可以相信台灣人 他在這邊做事情很安全 跟其他像香港 新加坡 那時候他就跟我講 香港 新加坡 尤其是大陸 就是講一套做一套 然後有些產品還會掉包 友善的貿易環境 天氣 美食和台灣的人情味 2018年 Milad搬到台灣定居下來 我心裡說 台灣很特別 我喜歡來台灣 我喜歡來台灣 我喜歡來台灣移民 然後在台灣開始我新的生命 因為 很友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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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友善 很友善 很友善的差異和語言的隔閡